西洋大人 我们今天告诉你好天气 南台湾 南部在上午开始 就会逐渐转为有雨室 中午过后也会到中部 北部则是已经转为偏东北风 东北部的淫风面 已经有短暂阵雨出现了 温度也开始下滑 北方较凉的空气 配合上南方暖湿的水气 就在台湾的上空交汇 所以今天的天气 较不稳定 尤其是午后开始到晚上 各地容易有雨 尤其是南部还有东半部 不排除有局部的对流发展 甚至有对流闪电的机会 那同时呢 东北风也逐渐的增强 跟前两天温暖天气相比 显著的转凉 类似的形态延续到周六 周六呢 要留意有一道封面 将会接近到台湾 预期晚上会通过 也转为不稳定的天气 同时后面的冷空气 南下接近 将会持续的降温 那这波延续到小年夜 到除夕 下周一就是除夕的时候 清晨的是这波冷空气 最冷的时间点 预期北部的低温 可能会降到12到14度 空旺地区10到12度 中南部呢 大概是14到16度 也是相当的有感哦 不过这波冷空气呢 略微的偏干 除夕当天到初一 会有个转干的时间点 温度略回温一两度 雨室呢 也将减缓 剩下北部 东北部 还有东半部迎风面呢 较为阴沉偶震雨 或是迎风面的这个地形降雨 那初一白天的温度呢 有机会回升一些 是很适合走春团聚的时机点哦 不过北部 还有东半部 比较阴沉有雨 中南部呢 是属于多云倒晴 那类似的天气呢 将会持续到初二 那这类的天气呢 也容易有浓雾发生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初二晚上呢 到初三会有一个变化 预期呢 有波风面会通过 北部 东半部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将会转为 应有雨的天气类型 温度呢 也会持续的下滑 那类似的天气呢 也会将持续到初四 天气要转好呢 一点呢 可能就是要到初五到初六了 也就是下个周末 额面过后呢 冷空气暴到 预期会有一个短暂的 空档会出现略转杆 不过还是偏冷空气的影响 北部还是较有冷液哦 那整体而言呢 其实今年呢 过这九天的这个假期呢 会有两波封面云气 两波强冷空气 交替影响台湾 跟过去这几年偏暖的 过年呢 大不相同 那如果呢 没有好好留意气象预报的话 行程配合安排 会觉得怎么天气不佳 那这两天坡的这个强冷空气呢 也可能会跌到12到14度 相当的有感 所以建议您呢 如果到北部还有东半部 务必要服装要带足 还没有到达寒流的程度 但是也不是像这两天的装扮 那北部七层的时间 都是偏湿冷的 南部大概是两到三层是偏凉 也有几天是有雨式的机会 那这段期间的天气系统呢 已经进入春天典型的特性 变化速度很快 也建议您呢 要定期的更新气象资讯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以上气象油天地风险 逢启明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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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